是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了 这份声明引起了各方震惊 两国方案没有另一种可能 没有备用方案 川普的举动引发了抗议 这逆转了美国长期以来 主张谈判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政策 这也是他与前总统奥巴马决裂的一个例证 这是川普任职总统的本性 这是非常规的 并不总是以政策为基础的 在朝鲜、伊朗核协议 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事务上 川普将美国引向了不同的方向 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有关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 伊斯兰国在这两个国家几乎已被根除 我们看到对朝鲜采取了更加主动激进的方式 对于伊朗也是这样 尽管这种强硬的方式是川普对支持者的承诺 但一些批评者表示 对伊朗这种复杂的局势 需要运用外交手段 在二战以来的70年中 美国一直依靠两个关键工具来保护自身安全和稳固 在世界上的地位 一个是外交力量 另一个是军事力量 你现在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 精心策划的政策作为替代 就把外交工具拿掉了 川普总统与其前任的另一个重大决裂 发生在6月 当时他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拒绝这项全球协定的国家 在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的情况下 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只是倒退十年 而不是着眼于未来十年 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以及经济体 尽管迈出了这一步 一些观察者认为 川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改变 比他在竞选时主张的要少 川普总统清楚地拒绝了孤立主义的想法 这确实是一种相当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方针 一些分析人士以为这届政府会是孤立主义者 你会看到美国背离世界而去 我们完全没看到这一点 无论川普是干扰者还是传统主义者 随着他的总统任期进入第二年 他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让对手和盟友保持警觉 甚至担忧 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